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谈到日期满了 什么日期 日期指的是什么 那么谈到神的国近了 那么神的国到底有多近 所以今天我们先从这两个方面来跟大家一同的思想 什么叫做日期满了 首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中是这样讲的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 这里面说到 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 到约翰为止 这里面谈到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 那么众先知和律法把它总结在一起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旧约是由律法组成的 然后是由其他的众先知写出来的 所以众先知和律法的预言指的就是旧约 到约翰为止 也就是说到约翰 这个约翰就是在十四节里面提到的 约翰下奸这个约翰 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的约翰 施洗约翰下奸的时候 他开始出来传道 施洗约翰到这里为止 就是旧约已经结束了 旧约结束了 开了一个新约开始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 约翰出来服侍 就是来给耶稣预备道路的 预备主的道路 修平主的道 预备主的路 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讲到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 约翰在出来侍奉了以后的时候呢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呀 他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他就说 看那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我以前不认识他 那如今呢 我来是用水施洗 为要叫他写明给以色列人 约翰又做见证说 我曾看见用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不认识他 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 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所以这就是约翰的侍奉 约翰就是来把耶稣引进给世界 当他看见耶稣说 看那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看那这就是神的儿子以后 他的侍奉就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接下来他就下奸了 他被当时的叙利王捕捉 他就下奸了 从此耶稣出来开始传道 传讲天国的福音 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说的日期满了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了旧约满了 耶稣要来应验 旧约众先知和律法是讲预言的 那么他的预言指的是什么呢 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 这个预言指的是什么 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说到 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 所以预言中的灵意是为耶稣做见证 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讲到了耶稣的事 凡事有关于耶稣的事 都将一一的应验 从他的出生 到他的受死 到他的复活 到他的生天和他的再来 都将一一的应验 这就是律法预言中的灵意是指给耶稣做见证的意思了 所以我们看见说旧约是来讲到耶稣 预言到耶稣的 那么新约耶稣已经来了 那么这个日期就是满了 日期满了 所以在耶稣十五节里面讲到日期满了的意思 指的是这个意思了 大家现在可以理解了吗 那么我们再看 耶稣他说 他来 来到地上 来的时候呢 他说神的国尽了 神的国尽了 那么这个国到底指的又是什么呢 日期满了 现在神的国开始了 要展现给我们了 所以神的国 神的国是一个已成的事情 也是一个未成的事情 已成和未成 那什么怎么讲呢 什么叫做已成 什么叫未成呢 这个神的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弟兄姐妹 神的国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首先我们来看 圣经上是怎么跟我们讲神的国的 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 他是这样讲的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 他说到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 这是耶稣的一个祷告 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说 临在上十字架之前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 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我已成全了 这就是已成的事 耶稣在地上成全的事 包括他在十字架上 最后他要断气之前 他说父王 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他说成了 也就是耶稣按照神所吩咐的 他在地上成就了一件美事 成就了一些事 是完成了天父心意的事情 这是成了 这也就是神的国成了的那个部分 已成的一部分 那么这话是在哪里呢 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 今天我们读的圣经会上去来说多一点 以便于我们明白耶稣他所讲的是什么 那么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里面有这样的说 当使徒们出来做见证的时候 他是有讲到说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已经成就了 成就了神在他身上所托付的 也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九节里面 既成就了经上 这个经上指的是旧约了 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 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 放在了坟墓里 就是耶稣 在十字架上舍命 把他从死了以后 把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 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 这是 然后接下来第三十节说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这是已成的事情 神的国 当耶稣从死亡中复活的时候 就说神的国已经完全的临到了人间 神的权柄已经胜过了死亡 胜败坏了撒旦一切的作为 神的国已经成了 这是他已成的一个部分 那么为什么还说还有未成的部分呢 那么关于这未成的部分又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再往看一点 有关在旧约里面对这一段的预言 那么未成的到底指的是什么 就是在以旦一礼书里面 旧约的先知书旦一礼书里面有这样的说 旦一礼书的第九章 旦一礼书的第九章里面有这样的说话 二十四节说 为你本国之名 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这是神告诉给旦一礼 让他记录下来的 要止住罪恶 除尽罪恶 赎尽罪孽 引尽永逸 封住意象和预言 并高至圣者 这个至圣者就是耶稣 受高者 也被称为弥赛亚 二十五节说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连接带豪 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受高者 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这个受高者 被剪除 一无所有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 当他舍的时候 他在地上说 说我在地上没有 连人死 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直到他在十字架上 低下了头 成了他枕手之柱 耶稣在地上 没有一无所有 他的衣服 被人捏纠分去 被分开 然后他的礼衣 被人家抓揪 给分了 所以他在地上 看起来 是一无所有的 这个受高者 被剪除 然后必有一王的民来 毁灭这城和圣所 这个一王的民 就是指的 当时的罗马帝国 主后七十年 他提罗将军 带领进城 来毁灭了耶路撒冷城 和当时的圣殿 从此再也没有 再修复起来 一直到如今 那么一期之内 接下来谈到了 一个一期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 坚定盟约 一期之半 他必使祭司和贡献 止息 那行毁坏可憎的 如飞而来 并且有愤怒 轻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直到锁定的结局 这里面讲到了七十个七 前面讲了 耶稣被定十字架 受高者 被定十字架 受高者 他死的时候 一无所有 然后彻底的被毁灭 那个时候这些都已经成了 那么唯一唯成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一期之内 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一期之半 必有祭司和贡献之物 此息 也就是最后一个期 七十个期里面 有六十九个都已经应验了 剩下最后一个期 没有应验 这就是那未成的部分了 神的国进了 他已成了大半 还有一部分没有成 所以在这一段当中 这个时间到底有多少 没有讲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讲 耶稣说 子也不知道 人也不知道 如果谁说他知道的话 这个人就是个假先知 因为只有神知道 人是 是不是 这位置 他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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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是 我们在这边 那里面 这位置 这位置 他 这位置 那里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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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